聰明, 懂得利用腦退化症這條橋 領導官永遠終止對我的聆訊 果然是法律界的後氣之仇 要大溫世界 只是多謝裴先生和裴先生給我機會 那你不用那麼謙虧 要不然你幫我一忙 我想我要花八月十五日去蹲 怎麼像現在這樣 自由自在出來跑步 那以後有什麼需要可以隨時找我 看也看不需要再找你 阿明, 幫我送我Kalvin洛新 一個小時後上來接揮我 不用了 你想怎樣? 昨天清晨, 警方接報銀行家 徐家寶行山後失蹤 據警方初步調查 徐家寶已因患有腦退化症失蹤 案件暫無可疑 呼籲市民如有失蹤者消息 請聯絡警方 Kip, 你前天才說見到Paul 很地利的 為什麼突然說失蹤?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我也擔心是否有人想玩 大家都知道他腦退化是假的 是嗎?怎麼突然失蹤? 說就說失蹤 會不會是警方找了他做污點證人 他有機會去做事 所以放風就說失蹤 如果Paul真的爆響後 我們也很麻煩 你們冷靜點 失蹤而已, 不用這麼分合本 你保證新界發展這件事 我們不會上身的 現在Paul被拘捕了, 又失蹤了 你怎麼搞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先回Paul 你放心吧 總之你們兩個一定沒事的 之前你貿易跟進大學畢業禮 郭靖被人搏穿這個案件 謝謝你 這個學生在保釋期間 再刑事毀壞Kip駕車 對, 這個學生做一連串的報復行動 背後一定有原因 我解釋學生說的是對 如果五年前Kip真的知道另有內情 而堅持不去起訴這間建築公司 一口咬定是意外的話 這件事真值得研究 我會找多些資料出來看 希望可以找到真相 說不定在這件舊案件 可以找到郭靖的犯罪證據 為了這個集團 現在把你放下水 真是不好意思 假雞脫雞, 你也忘記了 我也是一個正義之士 來吧, 喝一杯正義之士 全部要喝的, 喝了 說得對, 那個白癡仔 真是想拆我的東西 你也認識我的白癡 他又怎能猜到 我們已經知道他和阿丁的關係 你看看他, 還猛性性 以為自己正在做職業特工隊 有名字被叫牧塞 搞不出什麼花樣的 我們慢慢記覆他 叫咖啡 Berry, 你快要解釋 你怎麼躺在那裡 我找些資料, 好了, 時間到了 再聊吧 阿凱, 我剛才找到一份文件 是當年清水城的環評報告 裡面說得很清楚 發展商需要做一大批的環境保護設施 才可以開工 但這份文件我從來沒在法庭見過 文件是郭靖簽的? 是, 只要他不公開這份文件 發展商就不需要停工 也不需要用大批錢去做保育 這個案子根本就是官商勾結 我只要在法庭公開這件事 我在審美真理的地方 揭穿香港最大的謊話 阿凱, 你會支持我的吧? 我一定會支持你的 我一會兒過來法院追你 好, 待會見 我也會有盡 care 姐姐, 我沒有, 我來找Katy 她想上角度嗎? 不要緊, 我去找她 不要緊, 你是Katy的妹妹嗎? 是呀, 我是她妹妹 我叫Yan, 我來找她吃飯 我有事嗎? 不要再在我面前撒謊, 說, 你想怎樣? 我想盡一個檢控官的責任 將真相公開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聰明 其實我快要退休 只要你不要搞這麼多事 我的位置都可以你坐 那封推薦信我已經盡力了 何時遞上去, 再看看你的表現 不用只要賄賂我 我稍後就把你的罪證在堂上公開 誰來也阻礙不了我 為什麼你不想想 如果當年公開的環境報告 那些工程會拖了多久 有多少人會失業, 有多少人沒有屋住 我不讓這份文件上來 是為了公眾利益 現在人人有錢賺, 每個人有屋住 整件事大家都開心 根本就沒有人受傷害 為什麼你搞這麼多事 為什麼你還要找一些陳年舊事出來說 我們做檢控的, 要依法辦事 是你教我的 現在你犯了法 我檢控你, 誰都無情說 再說, 我不相信你為了公眾利益 整件事根本就是官商勾結 所以這份文件我一定會懲堂 你這個妹妹在我手上 只要文件一起擋 你妹妹就會不根據情報 如果我們做檢控的人 都屈鬼惡勢力底下 誰會去維護公眾利益? 怎麼打擊也不通 阿凱, 阿爺不見了, 你在哪裡? 發生什麼事? 郭靖知道我要把文件情上台 她抓了阿爺, 我打擊電話 難道我不知道她在哪裡? 阿爺,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我現在在法庭外面, 我很混亂 你冷靜點, 知道阿爺在哪裡 被人抓了嗎? 我本來約了在DOJ 該不會有事, 我先走了 我想她在DOJ被人抓的 那郭靖現在在哪裡? 還在區域法院 好, 你現在先深呼吸冷靜點 然後專心上課 阿爺的事交給我 好 行不行? 行 行不行, 你可以作出結案陳詞 被告馮志偉 不僅公眾地方傷害本案的受害人 更加在保釋期間公然刑事毀壞 受害人的座駕 這種行為是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被告 你是英界法律學院的畢業生 我想問問你 納稅人給你這麼多錢讀書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法律 什麼叫知法犯法? 對不起, 我還沒說完 被告為何會傷害受害人 為何會做出違法的事 答案就是在這裡 這份是六年前清水城發展計劃的環境評估報告 裡面列明清水城下面有若干的溶洞 公方, 請你注意 你現在應該是唯一一宗傷人及刑事毀壞案 做結案陳詞 法官閣下, 我在審理這件案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個漠視法紀 蒙騙市民的嚴重罪行 而這兩宗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法官閣下, 我希望你內心聽我陳述 有一點建築知識的人都會知道 如果地底下面有溶洞 是需要做大量的鞏固工程 才可以打樁起樓 我手上的這份報告從來沒有曝光 沒有人知道原來這麼大的屋苑 是在一個溶洞上 這件事的受害人 除了一群被蒙騙之情的普羅大眾市民之外 還有的, 就是被告的爸爸 他當年就是這個地培的建築工人 因為不知道有溶洞 發生了意外, 而斷送了寶貴的生命 但是這件事, 不了了之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有利益集團 不想白白失去這宗 超過五百億的建築項目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